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配方導師為我們帶來的訊息 他的主題叫做《德性之道》 體姊姊妹早晨 記憶姊姊妹早晨 我們回香港三個星期 處理了很多事務 我在過去三個禮拜回香港 處理了很多事務 也都見了很多人 包括看牙醫和看中醫 也見了很多人 包括去見牙醫 也包括見了中醫 獻中醫師 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心肝脾肺腎調一調 那我去見中醫師的原因 是希望可以把自己身體的 心肝脾肺腎都可以調理一下 誰知道還沒調好 一回到美國就躲下病了 所以知道還沒調理好 一回到美國就給病倒了 現在還有些感冒聲 現在聲音還有點感冒的樣子 感謝主今天還可以回來港島 感謝主 我今天還可以回來講道 我在香港的期間 也都曾經到訪過我第一個侍奉的工場 我在香港期間也曾經到訪我以前侍奉的工場 就是位於西營盤的崇禎會救恩堂 是位於西營盤的崇禎會救恩堂 跟相識了二十年 闊別了很多年的教育聚咎 就覺得很高興 所以我是非常的高興 就知道當年我牧羊的中學生 今年的夏天有一個入讀神學 那我也得心 當年我牧羊的中學生當中 今年夏天有一位日讀神學 另外還有兩個 剛剛今年是神學畢業 開始侍奉教會 還有兩位做了宣教師 有兩位他們剛剛是神學畢業 已經正在開始在牧會了 然後另外又有兩位做了宣教士 雖然他們侍奉明明是功勞 雖然他們這些侍奉並不是說是我的功勞 但我當年有份參與他們的成長 我都覺得很欣慰 但是因為我當年有份參與他們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不過我都聽聞 當年幾個很積極侍奉的導師 不過我也有聽聞 在當年有幾位非常積極侍奉的導師 現在已經沒有回教會了 他們現在已經沒有再去教會了 其實是不是這些什麼因素 令到信徒的屬靈生命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會令到信徒的屬靈生命有如此大的分別呢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跟信徒的討告生活和信仰經歷有關 我相信這是與信徒的祷告生活以及信仰的經歷很有關係 我們身處的教會是屬於巡礼會的 弟兄姐妹們 你們都知道我們身處的這間教會是屬於巡礼會 會組是十八世紀的約翰維斯利 John Wesley 在1738年 John和他的兄弟Charles在倫敦一個祈禱會上 就體會了一個轉化生命的祈禱經歷 他們體會了一個轉化生命的禱告的經歷 自此之後 他們兩兄弟就推動了英國教會的更新運動 帶來了很多信徒生命的造就 他們這樣子做呢 帶來了很多信徒生命的造就 也都帶來巡礼會的成立 也帶來了巡礼會的成立 祷告經歷更新了約翰維斯利的生命 也都更新了當時的教會 有記載指約翰維斯利每天用兩個多小時來祈禱 有些記載有指示威斯利每天用兩個小時來祈禱 到他晚年的時候 到了他晚年的時候 甚至有人說他用上每天八小時來祈禱 甚至有人說他用了每天八小時來祈禱 究竟他每天用幾個小時來祈禱呢 到底他每天用了多少個小時來祈禱呢 我想這個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看這個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肯定他是一個重置祈禱 並且常常祈禱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我肯定他是一個常常祈禱 並且非常重視祈禱的人 我們今天講到的主題也是跟祈禱有關 我們今天講到的皮牧師跟祷告有關 經文是記載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節 那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一到八節 祈禱不單止能夠保守我們與神的關係 祷告不單可以保守我們與神的關係 幫助我們常常握住上帝的手 幫助我們常常握著上帝的手 也都保守我們在逆境中可以得勝 也保守我們在逆境當中可以得勝 在十八章一開始就這樣說 在十八章一開始就這樣說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很明顯這個比喻的目的就是強調常常禱告的必要性 很明顯的這個比喻的目的是要強調常常禱告的必要性 禱告生活中最普遍的失敗就是缺少恨心 那麼禱告生活中最普遍的這個失敗就是缺少了恨心 我們開始為某件事來祈禱 我們一開始為了某件事在禱告 祈禱了一天 禱告了一天 一個星期一個月 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了 如果一無所得 如果是一無所得 我們就灰心認為無望了 我們會開始灰心認為是已經無望了 於是在祈禱中不再提他了 於是在其他禱告事項當中不再提這件事了 甚至可能失望到不再祈禱了 甚至可能會失望了變成是已經不再禱告了 有些人甚至討過吳弘英文教會都不回了 有些人甚至因為他的禱告沒有蒙到這個英語 他甚至連教會也不回了 神都不要信了 他連神也不相信了 這個實在是很可惜 並且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這是非常可惜 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耶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到五節所講的比喻 教導我們恒心討告的重要性 耶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到五節所講的比喻是 教導我們要有恒心的祷告 恒心的重要 第二節這樣說 某城裡有一個官 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第二節說 某城裡有一個官 她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意思是說她既不關心其他人的需要 也都不理會其他人怎麼看她 那意思是指她既不關心別人的需要 也不理會別人對她的看法 尊重人必須是要見機在對神的敬畏 那尊重人必須是要基於對神的敬畏 只有敬畏神的人才真正懂得去尊重和關心人 第三節又這樣說 那第三節就說 那城裡有個寡婦 尚到她那裏 即是指這個官 說 我有一個對頭 求你給我伸冤 那城裡有個寡婦 嘗到她那裏 說 我有一個對頭 求你給我伸冤 寡婦在當時的社會 是屬於弱勢社群 那寡婦在當時的社會 是屬於這個弱勢的社群 她請求這個官員為她主持公道 這個寡婦她正在請求那位官員為她主持公道 不過這個官是一個不怕神 又不尊重世人的官 但是這個官是不怕神 也不尊重人的官 所以官本來不會理會這個寡婦的案件 所以這個官員 她本來是不要理會這個寡婦的案件的 後來她心裡這樣想 我雖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這寡婦繁擾我 我就給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來潛磨我 她這樣說 我雖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這寡婦繁擾我 我就給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來慘磨我 這個不義的官呢 多次不願不去聽寡婦的上訴 但是寡婦仍然沒有死心 那這位不義的官呢 她多次不願意聽寡婦的上訴 但是寡婦仍然不肯死心 最後這個不義的官呢 不能夠忍受 最後這個不義的官呢 她是不能忍受了 就乾脆呢 答應了寡婦的請求 然後她很乾脆的就 允許了寡婦的請求 這個比喻 跟我們的祈禱生活 有什麼關係呢 那這個比喻 跟我們的祈禱生活 有什麼關係呢 耶穌在六到八節呢 繼續這樣說 那耶穌在第六到第八節這樣說 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神的選民昼夜呼籲他 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 豈不忠久給他們申冤嗎 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地給他們申冤了 你們聽這不義之官所說的話 他的選民昼夜呼籲他 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 始不終久給他們申冤嗎 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地給他們申冤了 不義的官呢 和神呢 是一個反面的比較 這位不義的官是 與神的反面的比較 用意呢 是要突顯神的公義和前愛 那這個用意呢 是要突顯神的公義和慈愛 主耶穌在這裡的論點呢是 那主耶穌在這裡的論點的意思是 如果一個不敬畏神 也都不尊重人的不義法官 如果呢 一個呢 是不敬畏神 也不尊重人的不義的法官 都會因為寡婦的行徹請求 他也都會因為寡婦的行徹請求 最終呢去處理寡婦的案件 最終呢他也去處理了這個寡婦的案件 那這位公義又慈愛的神 那我們的公義又慈愛的神 就更加會隨聽我們祈禱了 那就會更加會隨聽我們的禱告 寡婦的唯一武器呢 就是他不屈不撓的意志 和屍而不捨的精神 那寡婦他唯一的武器呢 就是他不屈不撓的意志 還有就是切而不捨的精神 令到他最終得勝 那這些是令他最終得勝 容易疲倦灰心的人 容易疲倦灰心的人 在屬靈的事上呢 是難會掌盡 在屬靈的事上呢 是不會有什麼掌勁的 神聽我們的祈禱 神聽了我們的禱告 祂一定向我們顯現 祂必向我們顯現 但是神呢 是不會聽我們的指揮的 但是神不會聽我們的指揮 如果這樣的話 就變成我們是神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豈不變成我們是神了 所以神呢 不一定會按照我們所期望的 時間地點方式來回答 所以神呢 祂不一定會照我們所期望的時間地點 或者是方式來回應我們 但是祂的回答呢 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祂的回答呢 總是最好的 你有這樣的信心嗎 我呢 我在這裡要講講自己的見證 我在這裡要講一下我的見證 臨時加入的 臨時加入的 臨時加進來的 這個古墓 要考考一下Veronica 考我的應變 我在1992年呢 在美國讀我的學士學位 在1992年的時候 正在念我在美國的碩士學位 學士 學士 我知道自己一年之後要畢業了 但是我呢 還未想回香港 但是我呢 還不想回香港 我想呢 再繼續讀這個 碩士學位 我想呢 繼續念我的碩士學位 當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那當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錢 就是沒錢啊 於是呢 我早早在一年畢業之前呢 就開始祈禱了 所以呢 我在提早一年的時間 就開始禱告 而且呢 是每個星期呢 會有一天的禁止禱 而且呢 每個禮拜 我都會花一天去進食來禱告 真是為這個 可以繼續讀書的事情 非常地破切 我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去念 書的這件事情 很迫切地在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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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呢 我申請了三個學校 那當時呢 我是申請了三家學校 也都申請他們的獎學金 我也申請了他們的助學金 那三家學校呢 都收了我了 那三家學校都錄取了我 但是助學金呢 就沒有聲氣喔 但是助學金 還沒有聲望呢 哈哈哈哈 那已經到了這個九三年的四月了 還有一個月就要畢業了 已經到了九三年的都四月了 還有一個月就要畢業了 我心裡面呢 心急如焚 我的心裡面真的是心急如焚啊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那當時我去的教會呢 這位牧姐呢 就跟我跟我聊聊 那在我當時 有趣的一個教會裡的一個牧者呢 他找我聊天 他說佩芳 如果你真的想讀書的話呢 他告訴我說佩芳啊 如果你真的想要繼續念書 你最有可能的呢 就是繼續留在這個城 那你最有可能就是繼續留在這個城裡 當時的城市呢 我所處的城市叫做 Grand Rapids 那我當時身處的城市叫做 Grand Rapids 那我找Grand Rapids 也都申請了一個神學院 就是浸信會的 那我在當時的城市也有申請了一個神學院 是靜信會 但是呢 在三個學校裡面呢 我最不想去的就是浸信會這個學校 當時三家學校裡面 我其實最不想去的那一家就是靜信會學校 就不是說這個學校不好 也並不是說這家學校不好啊 但是呢 我覺得我在這個城市已經兩年了 我在想呢 因為我在這個城市裡面已經兩年了 我很想再去另一個地方去見識一下 因為我很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增長見識 而我最想去的學校呢 那我最想去的學校呢 就在加州的Fullersen學院 是在學校的Fullersen學院 在加州 在加州的Fullersen學院 最想去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那我最想去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也都因為加州有很多華人 因為在加州有很多華人 我覺得呢 我當時已經在美國三年了 在這個地方都沒有什麼華人的 因為我在美國已經三年了 去的地方都沒有什麼華人 當時的Grand Rapids 當時的Grand Rapids 傳承只有一個華人教會 傳承只有一家華人教會 整間教會只有二十多人 整間教會其實只有二十多人 那你可以想像那裡有多少華人 那你可以想像那城市大概有多少華人了 因為當時我有一個領袖 因為當時我有一個領袖 我將來服侍的對象是華人 我當時要服侍的對象呢 將會是華人 所以我想去一個比較多華人的地方 所以我想要去一個比較有多華人的地方 當時的傳承人跟我說 我要讀書的話 最可能都是要留在Grand Rapids 但是當時這個牧者 他跟我說 如果我要繼續留下的話 應該再留在Grand Rapids 比較好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Grand Rapids 已經兩年了 因為我在那裡已經兩年了 認識了一些人了 已經有認識滿一些人了 他可以幫助我找一些弟兄姐妹 可以資助我 他會幫我找一些弟兄姐妹們來支持我 然後呢 這個浸會的學校呢 也是他的母校 那因為呢 這家進行會呢 也是他的母校 那他可以呢 回到學校呢 找教授呢 聊聊聊 試一下呢 可以不可以幫我找一些獎學金 那他說呢 也可以呢 回他的學校找一些教授 或者可以問問他們 可不可以幫我找一些助學金 回到非常好 哈哈哈哈 那我當時心裏面這樣想 那我當時心裏面這樣想 從這個實際來說 實際來說呢 這個是最可行的方法 這個是最可行的方法 於是我就答應好了 那聊完之後呢 但是談過以後 心裏面呢 就很不開心 心裏面其實還很不開心 哎呀我還要留在這裏 哎呀我還要繼續留下來啊 那但是呢 我就開始去祈禱了 但是呢 我就開始打告了 我就講神啊 我告訴神說神啊 看起來 如果我要讀書的話 都是要留在這裏了 看來如果我要繼續念書的話 我要留在這裏了 那這個是不是你的旨意呢 神這是你的旨意嗎 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話 如果這是你的旨意 請你幫助我開心起來 請你幫助我開心吧 因為我不想自己不開心地 繼續去讀書 和在這個城市 因為我不想自己呢 很不開心地去念書 和留下來在這個城市 因為我相信你的旨意是最好的 因為我相信你的旨意是最好的 講到這裏很感動 我說到這裏了 想起來很感動 那我就這樣祈禱了 那我就這樣子 繼續地禱告了 好 很不開心地祈禱 但是呢 也很真心地祈禱 雖然我當時是很不高興 不開心 但是我是很真心地在禱告 結果在一兩天之後 結果在一兩天以後 我收到一個電話 我接到了一個電話 是在加州的福羅神學院打過來的 是在加州的福羅神學院給我打過來的 他告訴我 我得到了一個獎學金 他告訴我 我得到了一個獎學金 那我就問 多少啊 那我立刻問呢 有多少錢呢 因為太少都沒有用的 因為如果太少的話 沒用啊 我真的很窮啊 因為我當時真的非常窮啊 那他就說是一個全獎學家 啊 他告訴我那個是全獎學金 所以是完全不需要交學費的 完全不需要交學費的 那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當我收到錢之後呢 當我收到這筆錢之後呢 當我收到這筆錢以後 我就跪在地上去感謝神 我立刻跪在地上去感謝神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 好經歷到上帝那種的回應祈禱的詞外 和真實 那一次呢 很真實的去體會到上帝回應我的祷告的這個真實感 但是神呢 沒有按我預期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來回應 但是神呢 沒有按我希望的這個時間地點或者方式來回應我 但是這個 他的回應呢 的確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這個回應的確是最好的 而我也都相信他的回應會最好的 而我也呢 也相信他這個回應呢 是最好的 當然我不是所有的願望呢 都好像這一次這樣 那麼奇妙 那麼dramatic 那麼戲劇性這樣 去成就得到 當然呢 不是說我所有的祈禱希望 都是像這一次這樣子 神呢 有這個 有很戲劇性的這樣子給我了回應 但是我仍然相信呢 神是會回應我祈禱 但是我相信神呢 都會回應我的祈禱 而且是按他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而且神的回應是最好的 並且神的回應是最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信心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信心呢 主耶穌在這個比喻最後這樣結束 那主耶穌呢在這個比喻裡面最後這樣子結束 他說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得嗎 他說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得嗎 我一感動就是這樣 我一感動這個眼淚就出來了 有些人呢很怕看到眼淚 有些人會比較怕看見眼淚嗎 信得呢就是信心 那信德就是信心 是只存在於討告的信心 是指呢存在於禱告的信心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這個窮寡婦的比喻 那麼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裡面這個窮寡婦的比喻 和耶穌前面在十七章的教導呢是互相行接的 那跟耶穌在前面的第十七章裡面的教導呢是互相的銜接的 耶穌在十七章呢講到人子在來的末世光景 那耶穌在十七章裡面有講到的是人子在來的末世光景 就好像羅亞和羅德的日子一樣 就像是羅亞和羅德的日子 充滿了罪惡 但是呢很多人呢只管吃喝玩樂 但是很多人呢他們都只管吃喝玩樂 活在這個世代的信徒呢必定會遇到極大的試煉 活在這個世代的信徒必然會遇到極大的試煉 這個比喻就是在這裡啟示 那這個比喻是在啟示 在惡勢力橫行的末世裡面 在這個惡勢力的恆行的末世裡 需要堅定的信靠神和行切的祈禱 需要呢很堅定的信靠神還有很恆切的禱告 否則呢就被罪惡淹沒了 否則呢就會被這個罪惡給淹沒了 否則呢就會被這個罪惡淹沒了 不然就會變成灰心度日 不然就會變成灰心度日 你認為末世到了沒有呢 弟兄姐妹們你認為末世到了嗎 我在香港呢有同一個朋友呢見面 我在香港呢跟一位朋友呢見面 她叫Elaine 她名字叫Elaine 已經七十幾歲了 她已經七十多歲了 她已經七十多歲了 很活躍的喔 但是她非常的活躍啊 常常呢到內地去做培訓 她經常會到中國內地去做一些培訓 又在教會呢經常教主一學 她也在教會裡呢經常會教導主日學 她的主日學班很厲害 她的主日學的課堂非常厲害 逛逛地都有百幾十人上 隨時都會有一百幾十個人 因為這間教會都很大有幾千人 那因為教會也很大有幾千人 那我就跟Elaine講了 那我就跟Elaine這樣子說 哇 香港近來很亂喔 最近香港是比較亂喔 政治社會呢都很多的不滿 政治呢社會上有很多的不滿 很不穩定 很不穩定 你怎麼看呢 你怎麼看呢 因為我呢很相信她是一個 很有見識的一位長者 我相信她是一位非常有見識的長者 那Elaine就這樣說 那Elaine這樣子說 末世來了 末世來了 耶穌基督要快來了 耶穌基督也快來了 那我就順手地回答 那我就很隨口地回答 我也想基督快一點來 我也想基督快一點來 那我就可以長歎了 那如果耶穌基督來的話呢 我就可以長眠了 長久地享受了 已經很好了 所以弟兄姐妹們 你認為末世到了沒有呢 所以弟兄姐妹們 你認為末世已經到了嗎 無論末日是否到了 我們都不能夠輕看 那個惡者對我們信徒的攻擊和理由 我們也不可以去輕看這個惡者 這個惡勢力對我們的試煉 還有攻擊利用 比喻中窮寡婦所知的對頭 在聖經中可以理解為是撒旦 在聖經裡面可以理解為撒旦 撒旦不單止是神的對頭和神作對 那撒旦呢 他不單是神的對頭與神作對 他也跟基督徒作對 他也跟基督徒作對 在啟示錄的第12章第10節這麼說 撒旦在神的面前 就夜來控告我們 撒旦在神面前就夜的控告我們 彼得前書5章8到9節 在彼得前書第5章第8和第9節這樣說 撒旦在地上要吞吃毀滅我們 撒旦在地上要吞吃和毀滅我們 我們可以如何抵擋這個惡者的攻擊呢 我們可以如何抵擋惡者的攻擊呢 其中的一招 其中一招 就是主耶穌所教導的 就是今日經文的18章1節 就是今天經文的18章第1節 要常常討告不可灰心 常常討告不可灰心 只是祈禱功課裡頭的其中一項 討告是教教信仰十分重要的粗練 祈禱是基督教信仰的十分重要的操練 當中有很多的原則和方法有待我們去學習 當中有許多的原則和方法有待我們一起學習 大家有沒有願意去學習祈禱呢 大家有願意去學習祈禱嗎 今天開始是新一期的主日學 廣東話主日學新一期 今天開始是廣東話主日學的新的地期 就是以祈禱為主題 就是以祈禱為主題 一共有六課 一共有六課 我期盼大家會踴躍參加 我期盼大家可以踴躍參加 去多多認識祈禱 多多認識祈禱 操練祈禱 並且有效祈禱 所以我們感謝祈禱 感謝祈禱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祈禱給我們有盼望 因為祈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 我們信靠祢 我們就有盼望 我們就有生命 不單單是世上的生命 而且是永遠的生命 祈禱叫我們不要被這個黑暗的勢力 這個惡者所迷惑 叫我們灰心 或者叫我們都陷在罪裡面 求你幫助我們 真是去懂得這個討告的重要 並且常常在討告當中 繼續與你緊緊的結列 以至你的手 常常的就來拖大我們 引領我們 走我們當行的路 走這個生命的道路 求你聽我們的討告 在奉教主耶穌基督得聖命之祈禱 Amen 本週的經文 我們也選擇了十八章一節的這兩句 就是常常討告不可灰心 讓我們一同來中讀 這些短短的經文 只有八個字 非常短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記得 對不對? 這樣不單只要記得 還要去操練 這樣才有重要 這樣才有意義的 好 我們一起中讀一次 上常討告不可灰心 露家福音十八章一節 上常討告不可灰心 露家福音十八章一節 以下我們會有聖詩的回應 我們繼續唱上帝的手 願意神的手去繼續引領我們生命的每一步 謝謝 感谢观看